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8的应用问题 所以这一章是讲分数的,对吗?分数 我们怎样利用分数来解一些应用题 我们来看一下 某校有学生2400人 其中男生是1400人 男生里面有七分之四是戴眼镜的 而女生来讲有五分之三是戴眼镜的 那当然他先问女生占了学校的几分之几 那你可以看到2400人是全部人 男生是1400 所以你用2400减1400就会得到1000人 所以总的全校是2400人 女生是1000人 所以2400分之1000 然后我们就进行月减了 对,我们割掉两个零 割掉两个零 然后再月一个2 等于12 10月减2就会得到5 所以是12分之5 OK,12分之5 那戴眼镜的学生占了全校的几分之几 那这个题目你要搞清楚的是 我们这个题目我可以这样子来分析 它是女生跟男生 女生跟男生本身呢 又可以再分成戴眼镜和不戴眼镜 我就写戴和布 戴和布 OK,这样子 那当然这边我们初步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是2400人 全部女生呢 是1000人 OK,男生是1400 那男生里面有7分之4是戴眼镜 也就是说呢 我们1400呢 乘以7分之4啊 你除以7的话得到200 200乘4呢 就会得到800 也就是说800个男生 有戴眼镜 OK 1400减800呢 就会剩下600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600呢 是600个男生没有戴眼镜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女生 女生里面有5分之3戴眼镜 也就是说我1000呢 乘以5分之3 1000除以5呢 我会得到200 也是200 200乘3呢 就会得到600 所以有600个女生戴眼镜 然后当然1000减600 就会得到400了 400个女生呢 没有戴眼镜 所以你一画了这个图啊 你就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呢 那戴眼镜的人呢 一共呢 是1400人 对吧 600加800 那不戴眼镜呢 总共1000人 这样子的意思 那戴眼镜的人 有多少人呢 1400人 也就是说 2400分之1400 得到应该是12分之3 给12分之7 那你可以看到了 他进行运算了 1400乘7分之4 就会等于800 就是这个数据 1000乘5分之3 得到600 也就是这个数据 再把这两个相加 得到1400 也就是这里的数据 所以你会看到呢 我用这样子的表来讲呢 他的信息 那个资讯呢 很很比较tidy一点 就是说你知道说 我到底要算什么东西 你把资讯呢 全部排列成一个表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理解 到底我要讲运算 OK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老师是要看这个的 这个的运算 就是包括了这个800 其实我刚才是进行新算嘛 你就可以用1400 所以7分之4 越减这个7 跟这个14得到2 428 800了 这个5跟10 越减得到2 200乘3得到600 然后800加600 等于1400 2400分之1400 越掉两个0 再除以2得到12 这个再越一个2得到7 所以呢 就会得到12分之7 OK 所以这第二个小题呢 就会比较多东西要算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 例题二 地平呢 某个星期呢 得零用钱呢 有一千 一千 有点多 150块 150块 他将其中的六分之一 花在了 牛 呃 午餐 那这个 呃 15分之4呢 是花在了车资啊 就是他的 车费了啊 30分之7 花在了文具 剩下的就储蓄起来 请问他储蓄了多少钱 那你可以进行呃 呃 有第一个解法呢 就是算完他所有的钱 所以这一个呢 是第一个解法 150乘上六分之一 呃 就会得到25了 呃 你可以想做呢 先月3吧 月3得到535 好 50 50再除以2呢 就会得到25 这个15直接月掉剩10 10乘4等于40 车资花了40块 啊 午餐花了25块 150 除以30 你月掉一个零 再月掉一个三 得到5 7535 好 35块 剩下的就是用150 减去25 再减去40 再减去35 就会剩下50块 所以他就是存了50 对吧 存了50 那另外一个解法呢 你可以用分数啊 去进行运算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 整个零用钱 当做是一份 ok 六分之一 是午餐 十五分之四 是车资 三十分之七 是文具 还有剩下的是多少呢 你可以用一 去减六分之一 再减去十五分之四 再减去三十分之七 运算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算出来 那个 呃 储蓄的钱 到底 以一个分数来讲呢 它是怎样的一个 呃 分数 所以直接到最后呢 你才用150 乘上这个分数的值 就可以算出来了 啊 我们来运算一下 哈 一 啊 我刚还是讲 一减去所有的啊 所以他先把全部的 先加起来 再一次过减 六分之一 加十五分之四 加三十分之七 怎么算啊 这里它省略掉了 应该是 呃 通分变三十 这个就要乘以五了 对不对 乘以五 乘以五 啊 通分变三十 这个要乘以二咯 四二得到八 这个三十分之七 就不用去啊 变任何东西 八加 八加七是等于十五 十五再加五等于二十 啊 所以呢 得到了三十分之二十之后呢 约掉一个零 才会等于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用一减三分之二的 这个蛮明显的啊 得到三分之一 所以整个剩下的储蓄的钱是一百五十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一百五十直接乘三分之一 你就会得到五十块了 对啊 会比较容易吗 看个人 我会讲是看个人 因为有很多人呢 觉得说啊 他进行这个分数的价钱可能比较弱一点 他比较不喜欢啊 他宁愿说这个数目虽然大啊 但是和全部是整数 他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 当然我不排 我不反对 OK 反正呢 都是对的解法来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三 立体三 某班的义卖成本啊 八百块收入 是收入的五分之五分之二 义卖的成本五分之二 收入的五分之二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 换句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入分成了五分成本占两分 也就是说 如果八百块是两分的话 那五分的话会是多少 对 所以呢 这个做法来讲呢 有两个解法哈 第一个解法他就讲说 哎 收入的五分之二是八百的话 我们把收入的五分之一哈 就会变成了八百除以二得到四百 那这个 收入占五分啊 对不对 五分之一 是四百 那五分的话呢 就是四百乘以五得到两千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法 这个第一个解法来讲呢 他好像会把他分成很多part 那直接有更快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们八百是五分之二 我只要除以五分之二 我就会得回到整个的一 那除法怎样做呢 你就换成成法 上下颠倒 对不对 所以是除二分之五 二月减得到四 四百乘以五呢 就会得到两千 所以这个呢 就一步啊 讲着讲一步啦 不过呢 你的那个运算呢 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你还是要除以二再乘以五 除以二再乘以五 只是说你的横式只需要写一次 这个横式需要写两次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式 所以你会看到应用题 他很 他 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那种 反正就是分数的加减乘出 所以只是不同的提型啊 不同的做法 这样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式 某人的有财产三万六千块 然后呢 他将其中的五分之二分给了妻子 剩余的 这个很多学生会混淆 什么叫剩余的五分之二 因为剩余的四分之三 我分给了妻子五分之二之后 剩下的是五分之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他其实是五分之三 里面的四分之三 真正来讲 你要乘起来 五四二十 三三九 所以是二十分之九 分 这一分呢 分给了五个孩子 然后呢 剩余的呢 就捐给了慈善机构 OK 那 首先他先问了 每个孩子分得了多少钱 OK 所以这一边呢 他的解法是这样 五个孩子呢 他分得了多少分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剩余的四分之三 你这一边 先必须要去算一下 到底 这个五个孩子 是分了多少 多少钱 所以是二十分之九 对吧 因为一减去五分之二 得到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再乘以四分之三 五四二十 三三得九 所以其实五个孩子呢 是拿了整个财产的二十分之九 OK 那你就可以乘二十分之九了 这个是五个孩子一共得到的钱 这个是一共得到的钱 最后每个孩子呢 你还要再除以五 再除以五 最后就会算出来 三千两百四十块 OK 那捐给慈善机构呢 又是多少钱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我看一下他的做法 那因为他已经算到了 五个孩子是得到一万六千两百 所以他用扣的方式 他再算一下妻子是得到多少钱 三千六百 三万六千 三万六千乘以五分之二 得到一万四千四百 所以再用三万六千 减去一万四千四百 再减去十六 一万六千两百 得到五千四百 当然这个做法 这个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做法 对不对 所以还有的就是呢 我们知道说 七指的是五分之二嘛 OK 减了之后呢 我们再减掉孩子的这个二十分之九嘛 所以这一边减出来 当然是五分之三 我们就通分五分 直接通分好了 二十分之二十 减去二十分之四 乘四乘四四二八 然后呢 再减去二十分之九 所以这里是二十减八减九 会得到三 对 也就是说 慈善机构呢 其实他拿了整个 三万六千的二十分之三 那你可以直接用三万六千 好 乘以三分之二十 那这个月减不难吗 十二嘛 好 然后 二二二一二 二二四 总共四个零 我没有算错啊 好像不是很对啊 哎 不 什么三分之二十 二十分之三 sorry 二十分之三 这个就是说 对不对 这个是讲说这个慈善机构拿了二十分之三 慈善机构的钱就是直接乘二十分之三 抱歉 所以十八 乘以三 三八二十四 三一三四五五十四 然后呢 后面只有两个零 所以五千四百块 就是你的慈善机构得到的钱 OK 我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看个人啊 个人的你们的一个喜欢的这个算法啦 反正最后答案答案呢会一样的啊 这一题难哈 我们来打一个星星哈 立体五要注意这种提醒很多学生会不会做 所以要看一下哈 甲与两人合作做一个工程 六日可完成 甲独作则九天可完成 请问乙独作呢 需要多少天才可以完成呢 OK 所以这里的看怎样来看呢 他是用这样子来分析 如果甲和乙两个人哈 他们用六天可以完成的话 也就是说他做一天啊 甲跟乙两个人一起做啊 他可以完成整个工程的六分之一 对吧 这样子一天他可以完成六分之一 OK 然后呢 甲独作九天可以完成 也就是说甲一天 可以完成整个工程的九分之一 现在这个六分之一是怎样来 六分之一是甲和乙工作一天吗 这样甲工作一天是九分之一 这样剩下的就是乙咯 解决是说六分之一减九分之一 就会得到乙工作的那个分量 OK 所以用六分之一减九分之一 就会得到十八分之一 这个你可以进行同分 十八分之三 这个是十八分之二 减十八分之一 所以以如果一天可以完成十八分之一的话 请问他要多少天才可以完成全部东西 十八天 对 十八天 OK 所以就会得到十八天 现在又来了 这个特别的题目了 如果甲和乙合作做两天 过后呢 甲又独作 请问甲需要做多少天 OK 所以他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甲和乙合作做的话呢 他是一天可以完成六分之一 他工作两天就是六分之二 完成了六分之二了 六分之二其实是三分之一来的 OK 也就是说他甲和乙合作做两天呢 他们就完成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呢 就由甲去做完他 甲一天做九分之一 OK 所以请问他要多少天他才可以完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所以呢 这个你看他的做法是这样 六分之一 这个甲跟乙合作做的 一天是六分之一 乘以二 就是六分之二 越减三分之一 所以甲的话呢 他 他要工作剩下的三分之二 但是他一天的工作量是九分之一 所以他除以九 除以九分之一 就会得到乘以九的意思 三分之二乘以九呢 然后我们写一下 这个有点三分之二 除法变成法上下颠倒 就是乘以九 三跟九可以越减胜三 三乘二得到六 也就是说他再工作六天就完成了 可以理解 OK 这个可以 这个会比较 学生会比较不懂怎样做 而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是独中的 我觉得是独中独有的 其他的SPM 就是国中呢 好像就没有类似这样子的题目 这样子的题型 这个第六 立体六呢 跟立体五呢 我个人是觉得一样 一样的一个想法 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可以用不同 yes 奥数也是有啦 我相信他们就是 就是奥数 可能他们也是有参考一下 这个其实也没有讲说什么啦 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们数学 你上了越高的时候呢 全部类型的题型 他们都有去研究 然后呢 这个我们 这个已经很早以前呢 他们同考 他们就已经安排在那个课程内 可能就是奥数的 奥数 他们就看到说 这个其实小学来讲 只要学了分数都可以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变成了小学 他们就拿过来 然后呢 放在了奥数题了 这样子啊 OK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呢 好 的确呢 你只需要用数 这个分数啊 分数呢 小学有学过了 对 所以只是说 小学的课程呢 他们他们考虑到啊 一些其他的 呃 其他的呃 人可能 想不来啊 他们觉得脑筋转步过来 可能就会做不到 所以就决定说啊 在课程 剃掉他 啊 所以就放在了所谓的奥数那边啊 就是比下一题 这样子 你会看到 如果你学起来了 不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啊 立体六 水槽呢 有甲和乙两个管 甲呢 是净水的 这个净跟处 你要看清楚啊 OK 净水 然后十分钟 他就可以注满 乙呢 他是处水的 也就是说 他会扣掉 然后呢 十五分钟呢 他就会流空 哈 所以一个是流进去啊 一个是流出来啊 哈 啊 这样子 所以如果两个一起开 请问他们需要多久 才可以装满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十分钟流 呃 就是装满 这个是十五分钟才流空 也就是说 净的水会比较多 如果今天净的水比较少 那你就开来开去啊 应该都啊 不会 不会装满的 啊 OK 所以这一边呢 因为净的水比较多 OK 所以净水一分钟 他可以装十分之一 啊 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然后 十五分钟装满 也就是说 净水一分钟 他就可以 流水啊 出水啊 所以就可以流出 十五分之一 所以一分钟呢 他其实是流进了 十分之一 流出了十五分之一 两个相加得到 三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两个一起开啊 他其实是一分钟呢 就加了三十分之一 换句话呢 他只要三十分钟 他就可以流满 啊 他就可以装满了 OK yes 嗯 如果我做尖刑的话呢 这个仪管在这里 啊 应该是OK吧 啊 因为不管怎样 他都会流过来吧 啊 我 我猜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是平的话 他左边流到右边流到 所以如果你就做这样子 奸行的话呢 啊 就可以了啊 所以你不用距离 当然你很好啊 你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 啊 情况出现 啊 当然这个数学来讲呢 我们没有去 想这样多 总之我们的啊 科学上的是有办法啊 可以弄到说 他的 呃 不管是哪里啊 流进来都好 他都可以流出去 这样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随堂练习了 一本漫画书 他有六十页 小明呢 他第一天看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呢 又看了四分之一 第三天又看了五分之一 那第四天呢 他就把其他的看完 请问第四天 他看了多少页 那我可以 我的做法是这样啊 就用一减去三分之一 减去四分之一 再减去五分之一 我就可以算出来 他最后一天 啊 生 第四天 他把剩下看完 这样就是说第四天呢 我用这样子的算法 我就可以算出来 他第四天到底看了多少 对不对 呃 那我要怎样算了 四 五四二十 二十乘三 好像是六十啊 所以这里是六十分之六十 减去 呃六十分之二十 对吧 减二十 啊 这笔有点卡 不要紧啊 我我用中的笔 看一下啊 等一下 呃 可以啊 稍等 ok so 我用一 又 刚才我是一减三分之一 减去四分之一 减去五分之一 然后呢 我进行通分的 就是六十分之 六十分之六十 减去六十分之二十 啊 乘乘二十 乘二十 再减去六十分 这个乘多少 十五 是吧 十五 然后呢 这个是六十分之十二 所以最后呢 减出来呢 当然这里全部是减的 我们可以加完起来 二加一加一是四 四十七 六十减四十七呢 应该是等于十三吧 啊 所以是六十分之十三 刚好他全部是六十页啊 所以我们直接用六十 乘以六十分之十三 就可以看出来 最后一天 他其实读了十三页 啊 当然你可以讲说 如果你可以换 全部换成六十的话呢 就第一天 三分之一 其实是二十页啊 第二天读了十五页 第三天得了十二页 最后一天呢 读了十三页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alright 没有问题 ok一下 好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了 第二题 稍等下 稍等下 第二题 华健 这个月的薪水是2800 他这个月的薪水比上个月增加了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看啊 这个很多学生会弄乱 他讲这个月是2800 增加了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个呢 是不是原本的六分之七啊 对吗 原本的六分之七 所以呢 如果要换回去啊 找这个上个月的话 他必须要啊 这个是六分之七 也就是说 他占了七分 我要看的这个是六分是多少 所以他其实是除以六分之七 也就是除以七乘以六 啊 七四二十八 乘以六 六四二十四 所以原本呢 是2400块 ok 所以很多学生会怎样啊 他就觉得说 哦2800 是增加了六分之一 他就用2800 乘以六分之一 看一下这个六分之一是多少 然后呢 再用减法 这个错在哪里呢 因为啊 他的六分之一啊 是上个月的六分之一 上个月的六分之一 跟这个月的六分之一 是不一样的 上个月的六分之一 2400乘以六分之一 会等于400 但是这一个月的六分之一 我不知道是多少 因为没有办法整除啊 我们看一下 1400除以三 我们常除 我们除一下 三 三 四 十二 六 三 十八 466 块六 毛七 有差别哦 因为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要非常清晰的去看 到底这个六分之一 是上个月的六分之一 还是这个月六分之一 是和会会造成你算出来的东西不同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很长 学生会混淆的 好吗 大概是这样子了 啊 那我们看一下 到你们做练习了